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希望来做事的 郑乔东 NBA读的是人力资源 也不是所有的罪过都需要得到制裁的 对猎头情有读者 所谓猎头就是要把定金人才放到最合适的职位上 人都会关心自己的前程 希望您早做准备 一切到此结束 你自己是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只要没有钻到坟墓里就没有结束 在这之前都是开始 商场如战场 既然如战场 那就得找到一个出手的战机才对 上海臣服 秦海不测 总会有坎坷的 生逢乱世 做事的标准没有好与坏 只有成欲败 要知道被猎的对象究竟想怎么个活吧 有时候多少钱也没有 有时候再真诚也百大 谁都会为自己多挣钱 找到冠冕堂皇的礼物 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只有一个人姓陈王 我也绝不能够让他后悔 骗人的事我不敢做 在猎场 用自己说穿的就是一个词 判断 是他让你来找我 有些事情 他不愿意相信 说了你就会失去他 希望就在眼前 伸手都能摸到 你们现在最最正确的心态就是 相信我 郑总 您说过 在职场 错过机会就等于惩罚生命 想要深藏不露 就得吃下藏都藏不就的孔导 感谢二位 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精彩 给 你呢 富贵贤重情 我要叫局 你凭什么让我放弃他啊 简单说的 我就是看不下去了 滚出去 郑秋冬 你算老几啊 我就不幸事风日下到这种地上 做了这么多坏事的人 还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我只想听你最后的决定 该发生的都是躲不过的 没有 你中有谜啊 开始进入你的猎城